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的息口做定期都很高 相信不少人都会选择向银行做定期 一般来说向银行做定期 其实算是一个最稳定的投资来的 因为定期你只不过收利息 你肯定是可以拿得回钱的 但是竟然我们看到个个案 这个个案是在大陆发生的 就是凌波有一个姓朱的年轻人 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他将410万的拆迁的钱 放在银行一年之后去拿钱 竟然就被人同他说 你这存款拿不到出来了 你得回18万的利息 你要就拿 不要就摆在那里 那气起上来 他就带记者去银行里 要拿回个公道 怎么知道呢 这间银行的副行长 就好臭串的说了 就说我无义无通知你 那到底整件事来丢去脈是怎样呢 那整单案件就由2017年的年头讲起 那家就在浙江宁波城乡结合部小猪 就收到一个利好消息 他们的家里赶上拆迁 就即时变成暴发户了 而他家里刚好就在开发的重要位置上 所以开发商就赔给他家里 410万现金的拆迁款了 那小猪年纪轻轻 因为拆迁就发了一大 但是他一向都好省钱的 好精打细算的 他就无大手用钱 而是在家人的建议之下 准备将这笔钱全部传入银行 因为经常都刷新闻 就看到不少银行破产倒闭 存款户受到损失 他觉得这些银行不靠谱 于是乎就选择了一间大型的国有银行 去到2017年的4月 同家人商量完之后 小猪就拿着他的410万拆迁款 去到你家好近的银行网点 办理存款手续 银行的客户经理知道他要过来 存款还要存400多万 即时笑到见蓝见眼 就请了他进贵宾室那里 又斟茶后遞水 好贴心服务他 客户经理就讲到 小猪现在是他们的VIP客户 业务可以全程代办 出于对这些大银行的信任 小猪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且他是强调他只是做定期 只会是存一年钱 过了一阵 客户经理就办好了存款业务 然后就给了一张存款单给小猪 跟着也都是拿了一份协议 叫小猪在上面签字 小猪毕竟都是年轻人 就不理解不知道银行 套路也都没去看整份东西 因为他是信这间银行是国有银行 所以是这份这样的协议上签字了 跟着下来一年里面 小猪有钱 生活过得好写意的 也都没想过要提前拿存款 去到2018年的4月 他就看到存款的期满了 准备把钱拿出来做小生意 但是这些存款就令到他看到银行的手段 银行就跟他上了一个社会货 只有18万小猪即时两眼一刻 他为了赚利息也都没在银行拿过钱 为什么400多万不见了 小银行靠不住 难道大银行都靠不住 没理由的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 他质问个银行贵员 他说你是不是特意围难我 不给我拿钱 但是银行贵员还大声过他 他说你这只器状捉住电视屏幕 就跟他说你的存款不是没了 而是自动转传一年 去到2019年你才可以拿出来 你现在的户口就得过18万 是你一年来的利息 你要拿就拿不拿就走了 不知到存款没不见到 朱生就叫做松回口气 但是他好疑惑 去年我过来做存款 那时我明明跟你们银行的经理讲好 我只是做一年的定期 为什么又自动转传一年 看到个桂圆 没一个想解决的态度 小朱打电话 给当初同他扮业务的客户经理 就要问个清楚 问个明白 在小朱的追问之下 客户经理终于同他做个解释 他同他说 2017年朱生你过来银行做存钱 就签订了一份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 这个是一款叫做彭华基金公司的信托基金 一年之后是会自动转传 现在属于封闭状态 如果你想要拿钱 麻烦你等多一年 这个时候 朱生被他搞到头都云怀 自己摆钱在银行本来想赚少少利息 为什么变成买基金呢 如果买基金 为什么我不直接找基金公司 要去找你银行买呢 跟着他好火滚 电话那里就开始质问银行经理 他说我当初办的明明是定期存款 你和我搞成为基金 现在你是不是欺骗客户信不信我报警 小朱虽然气势匆匆 但客户经理竟然做恶过他 反面和他说 是你自己在这个委托协议簽 本金你等多一年拿回去就得了 赚了钱还来吵我 跟着朱生就想起当初办你存款的场景 他自己有印象的是签过一份文件 但当初无细心看 对方连问都不问就叫自己签了字 而在这个时候 他是无接到任何通知 但是就给他们 拿他的四百多万买了基金产品 自己一无所知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是而不是诈骗呢 气起上来 阿朱生就决定要取消 续扣张410万的存款拿回来 怎知银行的客户经理反而笑他 你知不知笑他什么 他这么说 我们是银行属于代购方 是提醒客户逐购是基金公司通知的 现在你想取消 麻烦你去找基金公司 与我们银行无关的 这个朱生肯是不认可银行的说法 但是都被他抛侧了 唯有打电话去彭华基金公司那里问 但是啦 他们两个好似谈好了 个波射来射去的 我叫你找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又叫他找回银行的 因为他打到电话过去基金公司那时 基金公司又跟他讲 钱呢 就银行打给我们的 基金利息到账之后 我们都转了给银行啦 至于逐购这件事呢 我们就说了给银行之 银行的负责通知客户 他们自己基金公司呢 是不会主动联络的 因为个客户呢 是银行的客户啊 那朱生呢 已经是给他们呢 搞到一头烟的了 但是仍然是想保持理智 那样同他们谈啦 就说了 你们自己跟我买基金 然后逐购 现在我的要求呢 就连本带你全部拿回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可能啦 有好多人呢 都会有疑问 基金明显是给存在银行的定期收益高 为什么啊 朱生不等多年 就要将这些钱拿出来呢 那其实啊 朱生呢一开始 都是有这些这样的想法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好朋友 告诉他 就说买基金 虽然收益高 但是风险都很大的 稍有不慎 他是会血本无归的 那其实这里都可以讲一讲的 基金呢 其实等于呢 是买股票差不多的东西的 那是可升可跌的 有机会呢 去他拿的时候呢 是跌了十几二十%都说不定的 那其实他这笔钱呢 是因为拆迁拿回来的嘛 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拿回来的嘛 那如果是没了十几二十% 当你二十% 就已经没了八十万啦 那朱生应该都几痛的 甚至乎衰起上来呢 是会血本无归的 因为他基金这笔钱呢 四百多万其实就不小的啦 要省你 要吃你 完全是做得出的 那为了想拿回自己的存款呢 朱生又打电话给校户经理啦 但是经理呢 今次就抛了一句 你喜欢点就点 就将个电话剪掉它啦 那这个时候 朱生就好急 唯有找媒体求助啦 下一年的利息他可以不要 但是呢 他必须要拿回个本金啊 那在记者的陪同之下呢 朱生再次去到银行 想要拿回个工 但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就 就告诉他知 他们的网点解决不到 就建议去找上一级的银行去做处理啦 那跟住呢 他整班人就去到这个银行的 铃波分行见到分行的副行长啦 但是呢 这个行长跟住来讲的东西呢 令到朱生大吃一惊啊 就是我们影片开头给你看的几句说话 就连记者呢 听到他讲的东西呢 都变到整个人呆了 那首先啦 副行长呢 就对当初 小朱买这个基金 就做了解释 他说给记者知 代购协议上面有他的签字 《银行做法合理合规》 至于基金逐购这件事呢 副行长就解释啦 通知是基金公司的网站发布的 银行只是代销售一方 就无疑务通知客户 那跟住呢 记者就说啦 是你的银行和他买的基金 为何无疑务呢 那这个银行的行长呢 副行长呢 就沉默了一阵 就承认了是银行的失误 就说由售后的角度来讲 他们确实是做得不到位啦 但是啦 对于小猪提前拿存款这件事呢 副行长就表示提前拿钱可以 但是基金公司那边就不能够保证利息啦 毕竟呢 这一年是正数还是负数 哪个都说不买啦 那如果呢 明明是想赚利息 那结果呢 有机会变成负数 那不就是赔了夫人又接兵 那他当然呢 就不可以接受啦 这个朱生 那这个时候呢 副行长就已经开始失去内心啦 他表示我们银行 只是代购方对于基金的去向和收益呢 他们管不到的 那经过一轮的谈判呢 其实都是失败收场的 那最后呢 阿朱生在记者的建议之下呢 就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就进行投诉啦 当地的消费者协会表示 他们已经是受理了这单案件 现在就在那做一个取证阶段啦 就相信呢 可以给一个满意答案给他啦 但是呢 来到现在二零二三年呢 都找不得到这一件事的后续报道啊 那到底这个朱生 有没有拿回自己的存款呢 我们都不知道啊 那很可能呢 最后是妥协了有拿回存款的 就将件事呢 压低了他就算 然后呢 就无一个后续报道啦 那但是呢 那一个这样的案件呢 我自己看其实都几心寒的 因为其实呢 这一种银行的做法 不止说大陆银行有的 就算你说其他银行呢 都会有这种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后你不为意呢 就和你推销一些呢 有高风险的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职员呢 他是要追数的 甚至乎呢 你这张单呢 他是有一定的佣金的 好似这些这样的基金 那样啦 我说你知啦 他们可能呢 是有一个手续费 在里面或者管理费 在里面的 就算他收你5%的管理费 你400多万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来的 更何况呢 他们这些基金卖出去 是可以给到佣金的银行 银行又可以分回给职员 那你想下你个本金 那一年他用来赚到多少钱呢 那这个呢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自己试思考啦 那所以去到银行 无论去到哪间银行都好 叫你签些什么 你自己都要小心 看清楚 因为赚钱实在不容易的 每一元都可以说得上有血有汗的 好了那今集呢 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 大家有什么想讲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